知名艺人肖战被称为内娱商务王 在品牌圈子里,曾有一句话 每家品牌未找合适的代言人都要各种论证 但,如果是肖战的话,一切都不需要 甚至有品牌在招聘面试中询问如何看待肖战代言某品牌 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是肖战长期以来的影视作品输出 强大的曝光和观众源 能提高品牌的热度 同时,他的个人魅力也吸引了很多有消费能力的成年人 肖战的号召力已经被市场反复验证过 真金白银不会说谎 近日,外媒根据M指标大小列出了 2023年米兰时装周表现最佳的前五品牌 其中,Gucci位居中国地区榜首 而这和肖战的助力又分不开 Gucci不是唯一从肖战代言中受益的品牌 截至目前,已经有30多家品牌选择肖战代言 并且都是大品牌代言 档次很高 知名彩妆品牌NARS在官宣肖战代言之后 仅仅线上销售额就破了8000万元 代言前后相差207倍 NARS也凭借肖战代言 成为了资生堂旗下上半年唯一增长的品牌 全球都实现了涨幅 与其他年轻艺人不同 肖战的受众偏向成熟 资陈情令余生 请多指教王牌部队斗罗大陆作品播出之后 大有新一代施奶杀手的势头 在内与流量艺人频频爆雷的当下 反而是经历过全网黑的肖战更加安全 毕竟80一年多都没什么实质性黑点 正所谓利空出境是利好 业务能力也能打 毕竟不是谁都能拍摄话剧 一条微博就能带飞的艺人 哪个品牌不爱 现在是各品牌排队球代言的状态 根据业内消息 肖战之前和国外品牌百威啤酒合作很多年 今年青岛啤酒之所以能成功签约肖战 还是凭借国产大品牌的实力 凭借民族情怀牌才打动了肖战 为了签下肖战 各品牌也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有网友戏称 肖战代言涵盖吃穿住行 生活已经被肖战代言包围 大家怎么看 不过来就会有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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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点赞订阅 不过来就会有点赞订阅